2017年公投法通过了公投电子联署 但是这个系统到现在都还没有上线 中选会呢18号这一天透露了 最快在今年的第二期就会上线了 但是呢国民党立委批评的是 过去民进党在立法院过半的时候 故意拖着不赶快做 如今呢却趁着新国会都还没有上任的时候 就赶快宣布借此来充当政绩 电子投票还有不在籍投票 其实都是未来的趋势 因此呢他们也喊话 希望中选会不要让他变成一个假议题 别只是选后讨论一下 然后又不了了之了 好当然在这个2024大选期间呢 民进党立委罗志正接连被爆出了不雅影片 还有疑似跟总统蔡英文 行政院前院长苏贞昌对话的录音门的事件 罗志正呢在第一时间都把影片 还有录音党归咎给境外借选 根据了解呢调查局在大选前 就已经完成了影像还有录音党的见识工作 但是呢检调迟迟不肯透露结果 相较于检调积极以反渗透法来侦办 赴大陆旅游民众 现在啊形成一个另类的认知作战了 2022年的8月份 总统蔡英文曾经表示 认知作战就是中国认为成本比较低 但是成效可能比较大的作战方式 资讯战还有认知作战 就是台湾生存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但是呢我们来看一下 包含了国安局跟国防部等等的部门 虽然现在看起来高度重视中共的认知作战 但是目前并没有专责的部门机构来做反制 不过呢现代的战争 有所谓的大军未动 征讯掀起 国防部呢应该要沿拟这个统整文宣单位 在不影响战力前提之下 达成组织调整的目标来掌握认知作战 接下来呢还要来关心的是在民进党的部分 总统当选赖清德已经宣布要退出党内的派系 新潮流 结果呢外界批评这根本就是一个假象 就连民进党的创党元老前立委 未要钱他也直批了 赖清德宣布退出派系 只是一个美丽的谎言 他最终还是新潮流底下的一个儿皇帝 同时呢赖清德也被指引了 此举只是从名流变成了暗流 要来养出自己的赖系人嘛 宣布退出新潮流 总统赖清德说要推动客观国阵 却让创党元老跟侵略学者直摇头 赖清德说要离开新潮流 那是假象 那是伪装的 他还是新潮流底下一个儿皇帝 只是说他要把这个切割 做包装而已 只是美丽谎言 民进党最大派系有办法全身而退 还是只是选后作秀 新潮流没有所谓的退出 就只有开出 OK 他们可能有时候为了策略上的转进 还是怎么样 就是说你不参与这个新潮流的运作 就是这个样子 那实际上所以重大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他未来的用人的部分 他难道不会跟新潮流配合吗 那过去的时候除了县市首长 甚至到部会都有新潮流的人都会来 排酒了以后就会变成一个人 民进党立委当选 51席立委当中新系就有17席 民进党最大派系新潮流 台面上少赖清德 只是名流变暗流 日后赖系恐怕是换形式存在 2006年民进党不是说要解析派系吗 那为什么隔了18年还是存在 所以民进党基本上是骗人的嘛 旁边的人 你的主要大将不都是新潮流的吗 尤其潘孟安大家都知道啊 潘孟安就是你的左右手 甚至有人还会点名说 潘孟安以后应该会入阁 甚至会在这个整个赖清德的政府里面 担任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赖清德他当总统之后 是不是继续要赖下去 或者连供应信托要继续的去凹下去 我觉得这个是全台湾的人 都会继续在持续观察的 赖清德退派系拆电 该信托万里老家却静草小 新潮流种种弊端无解 杀人后星期靠山更难以顺利瓦解 接着朋友对嘉宇推药到 好当然这个赖清德宣布要退出新潮流 在野党立刻批评说 这只是一个假动作 因为新潮流被认为跟贪污 还有腐败挂钩 早就已经渗透到各个部会了 美日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佳认为 如果赖清德你真的要展现魄力的话 那么退出新潮流的首件事 就应该叫大家去查查巴西进口鸡蛋一案 好先杀党内造成寒蝉效应 让党内的人完全巩固他 除非他退流以后的第一个工作 他就展现魄力 就请大家去查这个巴西鸡蛋的事情 那就有意义了 因为巴西鸡蛋这个事情 就是新潮的立委 加上新潮的首长一起干 你觉得他会吗 我不知道我可以鼓励他吧 反正我们一直鼓励他对不对 赖清德现在如果聪明 他有智慧 听我的话 他第一时间就开始杀党内 他就成功了 他保命 那这些党内一杀 那党内就开始整个巩固起来救他 你知道吧 就开始就是 这是一种寒蝉效应 就是我现在开始把民进党内的贪腐 先砍下去 我刮骨疗伤嘛 他先杀自己人的话 我告诉你 大家都吓到了 那党内就不敢不团结巩固 就来配合他 当党内开始完全巩固支持他的情况之下 我告诉你 国民党没有用了 民进党战力强得不得了 他就拼命跟你打架 跟你打 打到 那巴西笨蛋就会进来配合了 那巴西叫做免洗餐具你知道吧 民众党的巴西叫免洗餐具 你懂什么意思吗 就用完即丢 用完即丢掉 没有用 没有用 知道吧 民众党在这里面完全是配角 赖清德已经宣布要退出这个新潮流了 但是我们来听一下刘采薇他认为 这只是做给党内自己人看的 重点还是新潮流贪污腐败的问题 并不会因为他退出而消失 赖清德他为什么要在选后 然后这么大动作的 签了一个退出 然后还断一扛署名 发了一张新闻稿 这是前所未见 他做这个动作 其实我不认为 他是因为柯文哲骂新潮流 我也不认为他是因为国民党骂 他们新潮流 说新潮流不散 这个国家不会好 因为赖清德他是一个很固执 只要他相信的事情 他就会认为是对的一个人 他有很强烈这样子很固执 很自傲的一个人格特质 所以我认为他这个动作 其实是做给党内看的 如果真的说赖清德退出的话 那他不是在打脸 自己以前党内的一个决议吗 2006年民进党就已经通过了 一个要解散派系的一个决议 经济今天赖清德假退出 事实上派系退出这个绿电了吗 国营事业有没有新潮流的存在呢 接下来的政府部门 这些部长这些院长 会不会都是新潮流的人呢 那新潮流的人继续在我们政府部门 继续在我们的国营事业 上下交商贼上下起手 拿的不是就是一样 是我们纳税前这些国家资源吗 那跟这八年蔡英文的玩法 不就是一样吗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剧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剧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剧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剧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剧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剧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